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看馬克白的速庫 我們今天要來打黑刀之仇雅樂圖 那打贏他可以拿到傳說骨灰黑刀嫡系 那我們會找個卡點來打 先找個地方上buff 這個位置應該可以 躲在裡面偷上buff 好力量 再來是放出魔法之劍 然後補血 然後再來就是舉出我們的暗月大劍 好力量 我覺得蠻簡單的 不然傷害比率全低一點 我們直接卡地馬卡爆 那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見 那黑刀之手會在這個位置 在那個拉尼線教堂上來之後 到這個地方 就會找到我們的黑刀之手雅樂圖 打贏他就可以得到黑刀骨灰 他是一個傳奇骨灰而且非常強 對嗎 補充一下我們今天使用的Build 我們今天帶的是暗月大劍 那我們是加9 那這一把的話他是 力氣靈巧跟智力三屬性的 那我們使用的補助禱告是 黃金束力4跟火焰4有的力量 那我們使用切副來觸發白面具的效果 那我們會帶歇血絕傲的歡愉跟亞歷三大的碎片 還有魔力對歇跟魔法師快復服 我們會帶魔法師快跟魔力對歇是因為 暗月大劍他的傷害是吃魔力的 那這兩個可以增加魔力面板 那再來的話是我們靈藥品帶帶魔力破路低跟自留結晶路低 以上 當拉尼線解到最後會在馬努斯 瑟利斯教堂旁邊的地洞 下來之後遇到拉尼那跟他結婚之後 等他婚戒之後我們就可以 在他做的地方拿到暗月大劍 那這把劍的話 這個人覺得蠻帥的只是說傷害 高低 跟其他武器比較暗 不過血刃效果還不錯 剛才試下就把黑刀之手擊倒了 那我們就感謝大家收看 下次見